这两天呢认识了一个叫老徒兄弟 那个过两天要去这个新西兰了 拿了一个新西兰的工作签 和这个老徒兄弟认识之后呢 颠覆了我以前 对于澳洲和新西兰两个挂钩之间 两个那个签证之间是有关联的一个认知 大家都知道这个澳洲啊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签证 有按照我之前的认识和了解啊 两个签证的审核的机构呢 是一样的 比方说你澳大利亚申请签证 然后被拒了 那个基本上你申请新西兰 是基本上通过不了的 这个哥们的老徒呢 他的背景呢 那个确实是有些特殊啊 因为他是在新西兰工作了 应该是七个月吧 我听来讲 有有没有那个在在新加坡说错了 他那是事先先在新加坡工作了 接近六个月以上 这也是我之前呢 想过要走的这条路子 就是说我最自若出不了国 当时这个关系出国的时候 我换一个视频单独的讲 实在出不了 那么就去报新西兰 报新加坡的那种工作 以这个为理由 除了我最少干半年以上 你到了那个新加坡之后呢 给你办正常的工卡 正常的发工资的银行卡 有了这个流水之后呢 再去办理新西兰的 或者是澳大利亚的 老图这个兄弟呢 之前在这个国内啊 申请过那个澳大利亚 当时是让那个中介给办理的 中介没给操作好 说到这啊 这个这个中介这个事啊 让人又爱又恨 别看什么证照啊 知照啊 什么玩意都有啊 那吹的花花花响 我是喜欢 个人比较喜欢那个DIY的啊 当然我也不能说 太太那什么的话 至少我这边认识的人 不止一个两个了 包括这次老图 办的这个中 办的这个新西兰的签证 花的钱也不少 他去新加坡花的钱也不少 这次办那个 新西兰的这个电工的签证 就是装修的电工 签证 雇主担保式的这种 下了 总共下来花了 接近八万人民币 不小话 相当于你叫我 我是真不舍得花 我顶多可能是花个几万块钱 或者要么我自己DIY一个 这个我有可能 否则我是不太 愿意花这么多的一个代价 把这个 就为了去拿一个工作签证 我觉得凭我自己的努力 和在往 和在外面跑了这么几年 只要你在外面 待的时间足够长 这个签证自然而然了 就水到就去成了 包括美国 深圳签证 这都不在法下 你别看我 新一段时间被 这叫什么巴西签证给拒了 是吧 那只是 这一段路程当中 一个小小的挫折而已 并不影响我以后 要去美国或者去深圳 说一下他 怎么到达了 怎么办理的 澳大利亚的签证被拒了之后 又怎么成功申请下来 新西兰签证 首先他在新加坡干的这个工作呢 是电工 他国内呢 是正二八九的 会干这个装修这一类的活的 什么刷个墙啊 什么搞个水电木工啊 他可能也比较善于做这个事情 那天我们俩聊了一下 小伙子呢 非常年轻 那个也很有拼劲 一股明显的就是 虽然是湖北人 明显的一股聪明地 正如那个 那个中国有一句传统 非常非常经典的一句话 天上九头鸟 是吧 那个什么的 非常聪明 他呢 干完半年之后 本来啊 就是说是抱着事实的目的 就是说 他就给那个中介 因为找之前的中介 也是他的老中介 我听他讲讲啊 听他讲了之后 他说之前被中介坑口之后 也想我比较恨中介 但是呢 我听他讲 因为他看一件什么事情 他考察的时间比较长 我在这里面不推荐任何东西啊 包括我也不建议大家 自己去找这个中介办 你看昨天吧 这个小姑娘 跟我聊天的时候也是 他有神根签证 他有美签 全部都是自己DIY的 还是吧 包括在后面 我以后 如果 你看我把一签证没下来 对吧 我要是下来之后 我会把整个的流氧 都跟你们说一遍 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的 完全自己都可以DIY 没必要找他们 你要找他们的话 就是价格合理也可以 动聊就是七八万 五六万 去一个新加坡都要 都要多了 接近三四万 你这不穿扯淡吗 那万一成本很低的 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澳大利亚的 就是半工半读的签证 找我 给我的成本很低 让我给他导入量 让我问他干不干 我直接给回绝了 我要干的事情是 我绝对是 要么是我人到哪里 要么就是这个人 他我的朋友 我信任过的一个朋友 能给我进行视频聊天的 能够确定的 能够办下来 没有半点忽悠成分 或者说你的价格合理的 那可以 我宁愿不挣那种 什么就是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那种活我绝对不干 是吧 我尽量的还是 这样你说下来 好像是把自己说的 都高大上似的 不不说那个意思 说的有点乱 他那个 办理澳大利亚的签证 之前被拒了之后 办理这个新西兰的工签 也是抱着事实的目的 因为他办理之前 给那个 那位中介也说了 他说我这个澳洲被拒过 他说那你就只有试试吧 试试吧 如果说成功了 这个这家中介 我看 给他最后一聊下来 我听他一讲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专业的 因为他去新加坡 也是找的这个哥们给他办的 包括这次办 找新西兰 也是找他办的 虽然价格不便宜 8万块人民币呢 他说那就试试吧 他给他综合 之前分析了一下 就说这个 你这个人已经是在新加坡 干过这么长时间了 你再去申请他 只能说概率很高 虽然他是 应该是一年前吧 澳洲被拒的 澳大利亚一旦被拒 按照我的传统思想 你再去申请新西兰签证 基本上 是不会过的 刚好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 朋友申请了那个过境签 澳大利亚的过境签 中国人申请过境签 秒句看都不看 这个以后单独出了一个视频 单独讲 出国这段时间啊 这个啥也没干 竟倒入各个国家的签证了 这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的passport 太厉害了 到哪个国家 哎呦 走吧 今天这个说的比较乱 那个 这个老徒这个兄弟呢 你看这周四吧 周四买的飞 从塞尔维亚飞到那个新西兰 应该为你不大 因为他买的 他有这个 已经有新西兰签证 都已经下来了 我也希望他能够顺利的到达 新西兰 我们俩合了个照片 他可能到达之后呢 也是我们俩也沟通了一下 争取啊 早一点拿到这个 绿卡 拿完绿卡之后 有了这个长居身份了 到时候呢 可能给我发个邀请函啊 什么的 或者我说是 他可能会在那里 给我提供一些 在新西兰 正尔巴顶的 雇主担保的邀请函的信 以最低的价格给我 先把我搞过去 或者说是 有朋友需要 我会做中间这个 链接的这么一个作用 但是前提是 我必须要和老图 这个兄弟呢 有过一段时间的 交往 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 时间不长 和老图 但是 交谈呢 还是比较顺畅 或许以后 我们是一个 很好的活着伙伴 这也为我 以后能不能 顺利的拿到 新西兰的签证 也给我打了一个 相对的确定号 只要他能够成功入境 他能够成功的 拿一下律康 能给我拿一个 发一个孤主担保 那这个事情就 怪事大吉了 好吧 好吧 我们等待说这一天 那个早日到来 拜拜 拜拜